等一下做那個七星天的大草螃蟹 那這是一隻沙公一隻沙母 我們蒸個十分鐘左右 再一起炒 螃蟹已經蒸了十分鐘 讓它半熟 可以把它分解 再跟大油一起炒 現在我們要剝螃蟹是沙公 這隻沙公有1公斤左右 算蠻大隻的 我們剝螃蟹從尾巴開始剝 這是它的尾巴生殖器官 我們從這邊開始剝 這樣就剝開來 這個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去蒸 這個連這個一起炒 那剝整個剝開完之後 這個蟹角要再會壓碎 等它炒的時候才會入味 好等一下我們就繼續剝 那這是它那個 膚漆漆漆官的布 我們把它清掉 不要去炒 接著把它分解成小塊 等一下再把蟹角把它壓碎 然後炒的時候才會入味 這就是那個沙母 這還有一隻沙公 沙公很大隻 噪音的步驟 蒜頭 蔥 蒜苗 等一下跟大家加大油一起炒 蒜 蒜頭 這個蔥 把蒜苗一起炒 再把這個螃蟹放進去 再把這個螃蟹放進去 太多了 再把剛剛那個螃蟹放進去 還有一個乾魚 新新天辣炒螃蟹 等一下散鍋試吃看看 新新天辣炒螃蟹 已經完成了 把剩下的料 一樣 我們接下來那個年糕 稍微蒸一下 讓他們在那邊炒 很多辣炒年糕 把剩下的料 一樣 把剩下的料 一樣 稍微蒸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